我答应了给那对兄妹一点私人空间 先聊咱们的事吧 无妨 不过加拉赫先生费尽心思 将家族化世人 新穷列车和新河列手汇聚一处 想来是有重要的事要交代吧 连你们也看出来了 你都快把幕后黑手四个字写在脸上了 瓦尔特先生说的不错 却那对兄妹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怎么选 他们心里有数 各位无名客到的比较晚 我理应花些时间为各位答疑解惑 在开始前 重新做个自我介绍吧 刘孟娇的建立者 钟表将的副手 同时 也是祭出那份邀请函的人 虚构史学家加拉赫 向各位致议 哇 你个虚构史学家 这点我可以打包票 先前告诉各位的故事全都是真的 我向米凯先生确认过 有关家族钟表将和那位米哈伊尔的事迹 都合言无误 理解万岁 那咱们就能敞开聊了 想必各位一定很想知道 我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布置一场遗产争夺战 向这么多派系发出邀请 把匹诺康尼 叫做鸡犬不异 答案其实很简单 各位也非常熟悉 一切的根源 都清合 我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布置 是四通八打的星际书鸟 看起来也不存在任何遭受污染的迹象 你说的完全正确 所以不妨猜猜猜看 这意味着什么吧 有人在拒绝 很敏锐啊 该怎么说 不愧是在场对星河最熟悉的人 美梦可不是凭空变出来的 如果把抑郁比作大海 建立一片梦想之地 就是在汹涌的汪洋中 舔土造路 要实现这一状局 若非记忆或神秘的令史出手 就只有使用星河一条路 而且 这可不是简单许个愿 就能搞定的事 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知识 加上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才能做得这么滴水不漏 如今的圣会之星 就是阿斯德纳的星河之灾啊 圣会之星 就是星河之灾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钟表将一行解放了边陲监狱后 对如何从无到有建设 匹诺康尼一筹莫展 内忧外患也没完没了 这时便有人打起了星河的主意 这颗星河本是战争年代 落在阿斯德纳的 当时在吴明克的呼吁下 人们打消了沾染这种力量的念头 一切的转折点 发生在铁尔南西身后 两位吴明克同伴先后离世 令钟表将不得不奔赴拓荒一线 而这次远行 让他的对手抓住 等到蒙托尔星系的家族代表 响应钟表将的号召前来时 星河早已被人激活 渗入了原始的连绝梦境中 我猜 家族恰好掌握着封印星河的知识吗 何止 他们对星河的了解比常人更深 迅速帮米哈伊尔平息了内乱 又以铜鞋的名义 加入到匹诺康尼的建设中 那是被称作竹梦时代的三级 被蒙在鼓里的钟表将 向全宇宙发出邀请 掀起了名为梦想之地的热潮 那后来 他们又是怎么反目成仇的 还记得那个填海造路的比喻吧 真相是星河从来没有被封印 只是换了种形式存在于梦中 是生命 小姑娘 富丽堂皇的美梦 建立于精神的死亡之上 名为快乐的独酒 躺过梦境 令人们沉溺其中 心智 缓缓流向同一个终点 最终变成美梦的台盘 迷茫 怠惰 懦弱 这些人性中随处可见的弱点 被家族放大 滋养 将匹诺康尼变成了另一种监狱 并且远比过去那座 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那时家族已经手眼通天 反对者很快遭到了控制和驱逐 走投无路 我只得借助神秘的力量 躲入这片混沌的异域 沉眠 这就是它真正的名字 常人无法在梦境中再度沉睡 我们才有机会钻这个空子 原来这就是不可能之事的真正含义 所以 你以钟表将的名义发出邀请函 是为了找到能够解决星河危机的派系 吸引他们前来匹诺康尼发现真相 不仅如此 我更想看到的是 各大派系为遗产争斗不断的样子 再加上钟表将 销声匿迹十余年来的首次发声 家族中的叛徒 一定会露出马脚 所以 如果你要把星河当作遗产 我也没意见 如此说来 那颗星河现在在哪 这就该问那个翅膀头小子了 星河一直处于家族的控制下 他又是项目加系的排面 心里肯定一清二楚 你们聊得差不多了吧 他 就是匹诺康尼大剧院本身 果然是这样 家族的画室 最早出现在美梦中的建筑 而利用星河完成这一切的人 恐怕是戈斐木先生 也就是如今的梦主 嗯 嗯 就像个儿子带着我的儿子 哦 比我想得更顺利吗 你说的没错 在追查杀害妹妹的凶手时 除了你 我其次怀疑的就是她 看来你先找我对质 是个相当正确的决定 我没有几大选择 梦主从来都是神龙剑手不剑尾 就连各位家主都很难见到她 而且 哥斐木先生对我和妹妹有恩 我实在不愿面对这样的结果 此话怎讲 实不相瞒 我和哥哥也是万劫之爱的受害者 我们从小便是孤儿 被前来救济的家族收养长大 哥斐木先生见我们有资质 就把我和哥哥带来了匹诺康尼 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哥斐木先生 走向铜鞋的对立面 我更不可能用自己的歌声 去赞美罪恶的事业 无论家族的叛徒是谁 无论他向我下达怎样的指令 我都不会登台现场 我们绝对不能把鞋乐大典 变成毁灭铜鞋的仪式 为了我们理想中的乐园 为了我们理想中的乐园 身为项目加息的家主 为了匹诺康尼的光明未来 我义不容辞 我和这羹鸟会即刻前往美梦 想办法找到梦主对峙 我将与各位站在同一战线 终止邪约大典 并亲自偿还哥斐木先生 欠下的血债 你们即将面对的敌人 或者说敌人们 可不像我这条老狗这么好欺负 动一动就会自己散家 既然各位有共同的目标 不如同心协力 或许还有一线成功的机会 我们追寻前辈吴明克的脚步来到此地 没有理由不继续跟随他的足迹 吴明克可不是碰见困难就会退缩的人 你说是吧 他永远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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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十分紧张 虽然是我主动提出随行 但此行面对梦主 恐怕凶多吉少 嗯哼 连杨术都这么说 身为皮诺康尼的分家领袖 梦主背后 恐怕是整个同邪是 你会带着公司使节给你的那件信物吧 喂 what is this oh yeah what do you need it for ah frick bro the crafty gambler 杀金 他真的还活着吗 找梦主谈判 又和他有什么关系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与公司合作 不失为一种制衡家族的方法 一旦谈判出现变故 相当于坐实了家族燃指星河的意图 这可是那位使节梦寐以求的突破口 唯一要赌一把的 就是杀金是否还平安无事了 不过 公司线路向来有专人密切监听 更不用 祝你好运 嗯 你们也多保重 如果有任何闪失 不用管我 视死如归啊 那那就算梦主是清白的 家族的腐败也已根深蒂固 加拉赫先生 你应该还有话要对我们说吧 为什么这么觉得 零行前 列车长曾拜托我们在匹诺康尼 打听三位无名客的消息 现在我们已经知晓了拉扎丽娜女士和天尔南先生的事迹 只差最后一位 拉格沃克了 如果我没猜错 我们早就见过他了 对吗 我还没有说 说见过还谈不上 但答案 确实很好猜 自从收到星穷列车的回复 我就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消息 包括各位 为连接猪戒付出的巨大努力 而现在你们又安然无恙地走到了这里 已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记者小姐 是你修复了列车 并且重新始于银河 是的 而这两位年轻的无名客 身是离奇 身怀绝技 哈哈 哈哈 啊,当然,我的 reputation precedes me 哈哈 它是一个名称的名称 哈哈,它是一个名称的名称 对于我的名称 对于我的名称 对于那位名称帕姆的列车长 请请我向她问好 她的朋友 总是会在喝醉以后 念叨起列车上的时光 那最后一位无名客 她启程停下又启程 绕了一大圈 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 在迷流之际 她嘱咐我 一定要找到星穷列车 将那份邀请函 寄到未来的无名客手中 为此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份真正的遗产 跟我来吧 现在 又回到这里了 老朋友 有时候我会忘记 你已经死了 好像你还有很多话想说 还有很多路没走完 现在 我信守承诺 把你挂念一辈子的后人带来了 我不知为什么 你永远忘不了那辆列车 但我还记得 你离开人世前 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是这个白色的男人 和新的白色线 新的白色线 别让我们失望了 老头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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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s moving 他在前面看著一尾 他的終點就在前面的花園裡 他看起來像一尾 第一尾是最後一尾無名客 原來我最終終了 創意下一次 一尾 尾 在河上的海外 在河上的山上 在河上的河上 一家人座上的山上 住在河上中 一家人座上延避 免得謹怒 《耳光的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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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線的重力還會從來而生前傾的夢中 當他很心次彈了 原來... 終表將就是第三位無明客 連我也知道了 他的遺產留下就是一枚夢砲 在那裡 存放著某種只對無明客有意義的東西 在我檢查內容的時候 發現裡面什麼都沒有 多半又是開拓密文的吧 嗯 讓我們來看看吧 as the word cease, Himeko nods ever so slightly in your direction. You take a deep breath, steady your mind, and turn your gaze towards the watchmaker. You press your hands against the dream bubble, and the thick viscous pneumonia converges under strain, then stretches outward from your fingertips. As if weaving a delicate web, it gently cradles your palm. A chill travels from your fingertips, carrying with it a myriad of vibrant and intertwined memories, as experience would suggest. But this time, you see nothing at all. Try to focus. The dream bubble is clearly extraordinary. Perhaps the approach was wrong, you think, holding your breath and closing your eyes. With one knee on the ground, you press your forehead against a thin film coated in memorial. Yet, before you, there remains an abyss of darkness. No crimson sun descending upon snow-capped mountains, no gentle laughter, no twinkling stars, no echoes of swords clashing, and most of all, no traces of trailblaze. There is nothing, and nothing is there, indubitably. This is by an empty dream bubble. What matters? The dream bubble is much more as it is. When the sun is this, still alive and dark. It's all about you. That's the thing. Yeah, I think that's the pristine standard of the universe. What you do with this? Esther of darkness, I feel so sad. Let's not let us know that had a deep breath in. It's a deep breath of darkness. It is all about you, it's not about you. It is all about you. 不是的 营拉河先生 我想 米哈伊尔一定会把最珍贵的事物留给我们 你不会也要开始讲什么大道理了吧 正如米哈伊尔相信未来的无名课 我们也会无条件的相信过去的无名课 他们愿意为自己热爱的土地献出一生 又怎会带着对未来的遗憾匆匆离去 这没梦炮一定有内容 只是我们还没参透 我可是信奉神秘命图的家伙 所以我同样理解 相信对于开拓意味着什么 我也想知道它到底留下了什么 麻烦借你的宠物一用 我们需要回一趟黄金的时刻 前往梦境贩售店 确认一些事情 为了米哈伊尔 也为了皮诺康尼的未来 欢迎来到白日梦酒店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你好 我们是新穹列车的无名客 想来办理入住手续 新穹列车 是的 之前伙伴们已经先行入住了 原来如此 不过当时您的伙伴说 您行程有变 没办法入住了 well there's a change in the change of plans okay exactly 请问您是 我是刚刚登上新穹列车的新人无名客 叫帕姆 他是我的同伴 他登上列车前 我们就回复了家族的邀请函 所以系统里应该没有他的记录 已经先行入住的几位无名客中 似乎也有一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有先例 原则上应该没问题 嗯 不好意思两位 我这边似乎联系不上新穹列车的住客们 联系不上 非常抱歉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要不这样 你给个房间号 我俩过去看看 这恐怕不行 必须在确认二位的身份后 我才能告知宾客的个人信息 那你随便挑一位 就我阿尔特了 把他强制换血不就行了 这也不行 强制唤醒有严格的使用条例 是切不能随意操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到底想 请您上安无躁 我们需要联系上二位的同伴 才能确认你们的身份 但现在似乎是要先确认我们的身份 才能联系我们的同伴 确实是这样 他保卫他 少给我整这些官僚主义的死循环啊 二位客人请息怒 我记得当时 是项目加系的家主星期日先生 亲自处理此事的 他应该不是有意刁难我们 而是 现状不妙 刚在列车上你也试过了 他们确实没回你的消息 有些令人在意的事 我先离开一会儿 你在这儿等候那位女士吧 去吧 速去送回 回来了 他还没回来吗 是啊 我开始觉得放他去联系的星期日 不是什么好主意了 无论员工还是客人 都对梦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走到哪儿都是一片 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同意 还有件奇怪的事 在智利匹诺康尼的五大家系中 项目加系是议会的组织者 我在酒店转了一整圈 这么重要的加系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 他宝贝了个腿的 如果我没记错 那星期日不就是项目加系的家主吗 此地不宜久留 先返回列车吧 别轻却妄动 兄弟 打劫过公司吗 要是撒腿就跑 你会立马成为整条街上最亮眼的载 你是要我们老老实实待着 未必要老老实实 但先待着吧 家族就算有阴谋 也不可能料到咱俩会登门拜访 他们不会贸然出手的 可不止我们在担心打草惊蛇 如果我是家族 就会假借流程 把不确定因素拖在这里 没必要故意走进他们的陷阱 当然没必要跟他们耗着 我给那艺者留了个备用计划 如果真的没办法进入梦境 他会在现实酒店的贵宾室 给我留一瓶酒 街头暗号 没错 一件物品确实能帮助一者 与你建立联系 但波提雄先生 希望你以后能提前告知 我备用计划的存在 谦亮 你就当是我的习惯吧 我有那么几个孙友 你要是把计划透底了 他们铁定得给我整出点花活来 多什么 你是这儿的大唐经理 没错吧 正是 我们是星穷列车的吴明客 过来办入住的 一直都没回应 咱兄弟俩在这干凳眼大半天 一杯水喝二杯饭吃 饱了个倍的 小族就是这么招待人的 你的江湖智慧就是找查 这叫争取正当权益 两位伤安勿躁 来龙去脉我都知道 酒店需要先和星期日先生 取得联系 这样吧 看 这不就成了 下次别再自成吴明客了 两位鹦鹉的先生 晚上好 哥们儿 我在这里预料了一瓶 阿斯德纳白项目 能帮我们找找吗 阿斯德纳白项目 二位应该是记错了 不可能 你再好好想想 这么名贵的酒品 如果有人预留 我一定会记得 毕竟这酒一直要卖几十万信用点 要是打碎或弄丢了 我可赔不起啊 快了 难不成那一折买不起 现在怎么办 不紧 咱们先喝几杯 也许是我来得太快了 他还没赶上 我看看你们这有什么单一卖芽果汁 嗯 给我来杯心嫩子骨四十年吧 纯饮不加冰 这可是酒单上最贵的一款 您可真是内行啊 嘿 送的不喝白不喝 您要来点什么吗 随意 我都可以 那就来杯今日特调玻璃村庄吧 经典苏勒达配上爆炸凝果汁 口感清爽 也符合您清冷的气质 请二位稍等 请慢用 这浓郁的黑火药烤肉 占双阳水味 真是 绝了 真不会是全银河最好的 雪莉桶熟成麦芽果汁 黑火药烤肉占双阳水味 真的是人类会喜欢的味道吗 他根本就不懂 二位满意就好 请慢用 我们等那一者半个系统时 如果他还不出信 就再想其他办法 这时间足够咱俩好好盘盘现状了 情况确实不声明了 盛会之信一定发生了什么 但公众却对此毫无认知 想必是有家族的位高权重者 在掩盖事态吧 同协向其他派系发出邀约 这些本就不同寻常 况且还有公司和语者参与其中 如果你口中的虚无令事也确有其事 匹诺康尼当下的行事 有些过于复杂了 其实关于黄泉 还有件令我在意的事 你也清楚 信仰巡猎的派系 是银河里最惹不起的一帮人 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家伙 都不敢冒充仙州联盟或巡海国侠 仙州人不是有句话吗 帝公秦以光使 宣奇轮椅 轮音 宣奇轮音 无所谓 你懂我的意思就行 总之 别看巡海游侠销声 已经那么多年 我们一直盯着这片宇宙呢 很多傻宝宁可冒犯明灭方 也不敢得罪游侠 但那个黄泉 至少从他做的事来看 不像是个疯子 正相反 他很有逻辑和调理 你认为这样一个人借用巡海游侠的名号 别有目的 我没这么短地 只是觉得蹊跷 也可能他真的认识巡海游侠 也可能是他出于某种原因要赢我们现身 不知道啊 我还是更关注家族的意样 因为这场盛会 十数条命途的行者被召集是匹诺康尼 家族再怎么包容 也不会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 除非邀请汉不是由他们寄出 那家族在这种局面下 依然坚持举办协约大典 没准这一切就是童鞋西佩的指示呢 你觉得这事不合理 那是因为人做不出来 人会因为非理性的冲动做出傻事 会在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放弃原则 也会相信一些明知不该相信的东西 饱了个被的 人甚至会打破自己钢殿下的规矩 但心神不会 心神只会一条路走到黑 不撞南墙不回头 撞了也不回头 你认为这起事件背后 是西佩的意志在推动 也不一定就是他 但肯定有个形而上的意识在作祟 别说哥们儿悲观 如果人类的自由意志可信 那还要寻海游侠做什么 把一切归结于心神和命途 事情就没那么复杂了 就像兰永远走在巡猎的道路上 就像阿基维利虽然不知所踪 但列车依然行驶在开拓的路上 永不脱轨 但我认为阿基维利的陨落 同样是他为吴明克留下的宝贵遗产 我猜是因为失去了绝对正确的领导者后 吴明克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 是的 我认为旅途的意义 并不是为了走上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 而是为了在不可胜数的道路中 凭借自己有限的见识和判断 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是的 是的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人要为自己负责 这点我赞到 任何人都没法耐劳 不认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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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如此 巡海游侠必须亲自找到那个冒牌货 弄清楚他究竟要做什么 以防万一 如果那一者始终不出现 我还有个备用计划 你的备用计划真不 我呢 其实不太擅长弯弯绕绕 男恒兄弟 你之前在酒店转了一圈 有没有看见哪位客人 或哪几位客人 你想做什么 很简单 咱们要巧不生息地绑上几个人质 后面就什么都好办了 既可以拿来和家族交涉 也可以拿走他们的身份 不必了 现在就返回列车 怎么 难不成你怕了兄弟 二位是要走了吗 那刚才点的阿斯德纳白项目 要退掉吗 阿斯德纳白项目 和你刚才不是说 看来二位是有些醉了 就在半分钟前 您刚跟我点了一瓶阿斯德纳白项目 看来 你的一者朋友来找你了 对对对 瞧我这脑子 一体改造多了就是会这样 且望 让我看看 他宝贝的 真是阿斯德纳白项目 上面有行字 我在星球列车上等你 是他给你的留言 错不了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行动 也知道酒店并不安全 要找个掩人耳目的地方 结果绕了一大圈 还是回到了星球列车 那还等什么 你们回来了 前面有两个人上车 说要找波提欧乘客 我让他们先在观景车厢等候了吧 去 来得正好 两个人 就是他 虽说星球列车欢迎每一位乘客 但一个个都偷偷摸摸前进来 你们是不是太不拿自己当万人了吧 对不起列车长 是我失了礼数 误以为列车对异停已经很熟悉了 眼下皮诺康尼局势错综复杂 也只剩下各位无名客制的信任 你就是那位义者 初次见面 单行先生 我在其他人的记忆中见过你 还波提欧先生 我们也算初次见面 希望你喜欢那瓶阿斯德纳白项目 可真是让我一通好找啊 义者 正有此意 但在此之前 请容我先做个介绍 我叫黑天鹅 是流光义亭的议者 而关于那位黄泉女士的故事 也许她本人比我更清楚 二位好 我就是黄泉 什么 她饱了个贝的 流光义亭的你出卖我 抱歉 这是我的请求 出于一些原因 我遭到皮诺康里放逐 索性这位义者一路随行 我才有机会 悄无声息地摆脱家族的控制 实际上并非随行 而是跟踪 过程也绝对谈不上悄无声息 但算了 就依你吧 我请求她带我去一个家族 视线之外的地方 联系几个值得信任的人 也就是各位了 性人 小可爱 你是拿我当疯子还是傻子 你要不这样 先让我在你身上开几个窟窿 看看里面藏着的究竟是什么 是 不用如此吧 你想知道的 我会悉数告知 但不是现在 如果我的身份没有败露 或许还有更多时间 但眼下我们只能这么做了 只能 嗯? 什麼指呢? 唯有如此, 我才能保障各位的安全 請星穹列車立即越前, 離開阿斯德納星系 這位乘客的意思是? 依我之間, 他並無惡意, 並且說的是實話 當航先生, 我曾與你的同伴短暫同行, 也知曉他們身在何方 請相信各位無名客人平安無事, 但也同樣需要我們的幫助 而波提歐先生, 你或許已經猜到了, 我在等待你的到來 尋海遊俠行蹤不定, 彼此之間也往來甚少 尋海遊俠, 原諒我, 只能通過這種方式, 與你們取得聯繫 只有這樣, 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尋海遊俠 也唯有如此, 我才能兌現一個久遠的承諾 將他的遺物, 物歸原住 曾有人這麼對我說, 每一場雨, 都是蒼天對世界的憐憫 雲露是神的眼淚, 因人世的悲傷而湯香 所以, 這場雨, 持續多久了 曾經,我也和你一樣, 期待他會在某一天停息 看來, 你口中的神病不存在 當他話說, 老人的眼睛 remained fixed on the distance amidst the fine drizzle of black rain, countless shadowy hands emerged from the sea, 隠蔽在一個 ethereal mist reaching out towards the sky one by one 還我為你講個故事吧 凡人走在命途上, 就像坐著小船渡過水面 留下一條蜿蜒的行跡 推開無數可能性的涟漪 而其中有些人, 他們存在的痕跡過於強烈 一直在這一粗粗浪花裡, 留下了自己的倒影 就像是, 海面上的那些影子 血罪靈, 冥土行者的執念 他們從伊克斯的陰影中誕生 將自己視作施主, 無自知地重複著施者生前的行為 他們從虛無中誕生 向著虛無而去 卻曾經是我重要的同伴 一群, 尋海遊俠 你是在守望他們嗎? 守望? 那是一場, 慘烈的戰爭 一場轟動環雨的討伐 宇州見證了絕滅大軍, 侏羅的陨落 敵人會, 文鮑燈 尚水, 海手, 燈 尚水, 燈 最佛, 召開 除了尚水, 混合 这些血罪灵 毕竟不是他们 在你看来 这件事没有意义嘛 但有些事即便没有意义 也总是要去做的 我可以帮你 为了什么 虚无的意义 那同样是我的所求 也对 常人 怎么可能他 他怎么会抓住此地呢 谢谢你 陌生人 祝你能在这趟旅途中找到答案 在那之前 承认 血罪灵的行为乃至他们的一生 在我们的视角下都毫无意义 如果这正是侍者们期望的结果 我们还应令他做出改变 这是一个好问题 也很难回答 但我知道的是 总有一天 我也会与世长死 会有人在我的坟前 也献上一束花 我做孩子时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求您降服 西配尊贵的代言人 上前来吧 家人 我已恳请他与我等同在 可爱 仅遵您的意志 仅遵您的意志 我侍奉木须草加戏 近十余年 始终勤勉认真 从不悖蓝 以同享喜悦为至善 仅遵 然而就在昨日 我犯了错 为家主准备晚宴时 我不慎将餐田碰落地面 出于懈怠 我谎称全部安排妥当 虽然家主已将我辞退 以示惩罚 但我依旧起失难安 但有恶的种子在我心间生根 你的内心是否对此痛悔 定性改过 我发誓 你是否以用心醒着 我发誓 你是否愿意身体力行 我发誓 很好 向其他家人展现热心 情形山公 赞美西佩 也感谢您尊贵的代言人 请下一位上前 我 我全息全意地向您忏悔 请务必原谅我 请你安心 我已恳请他与我等同在 好 其实 我是偷渡来皮诺康尼的 为了买到船票 我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了 房子 土地 还有 两个孩子 嗯 请你继续 继续跟在我身边 他们肯定会饿死 至少做奴隶还能混口饱饭吃 要是 要是我在这儿发达了 我立刻就去把他们赎回来 好 结 结果我被猎犬加息地发现了 他们在到处抓我 我还想把孩子们都给接过来呢 家族愿意包容所有人 我会转达猎犬加息停止搜查 从此往后 你无需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好 谢谢 谢谢 我会努力工作 争取早日把孩子们赎回来 家肉家族 我 请下一位上见 好久不见哪 皮诺康尼最受瞩目的男人 肖木加息的次任家主 星期日先生 我已恳请他与我等同在 哎 行吧 就按规定的流程来 我犯了过错 请宽恕我的罪行 我在早饭时候浪费了半块披萨 还有一瓶苏洛达 就这些 没别的了 你是不是还有词要你 给我快点 你 是否愿意补书善功 以成请你本应受到的罪罚 罪罚 开始装圣人了 啊 告诉你 家族没资格审判我 你更不行 你们家族的那点事谁不知道 忘记钟表将了 去你的吧 鸡翅膀脑袋 我可不吃你们这套 骗骗那帮竹梦可得了 别把自己也给骗了 以后啊 念那些经文前 先好好想想 肖木加息能有今天的地位 你能坐在这儿 衣食无忧高高在上俯瞰所有人 靠的究竟是什么 啊 今天告诀的时间够我进童谐乐园了吧 那我走了 希望你成功当选 别让我赔本啊 三宠面相的灵魂啊 如果强者的权势财富能掩盖罪行 如果弱者未延续生存需不惜代价 如果治纯善的灵魂都会犯下过作 若 以强远弱 果真是乐园的根基 又是谁徒留他们在苦难的人间爱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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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没事 可能是工作太久 又从刘孟娇返回 有些不适应 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星期日 有些年生为邪悦大典日夜操劳 如今却遇上这种意外 即便星河问题非同小可 到底也有些叫人过意不去啊 无妨 邪悦大典本意是为增进银河的幸福和谐 但既然我们已知晓真相 那即是叫庭便是 让所有人幸福 在我们的幸福 一旦是为了 一切都要 在我们的幸福 都要多加到 深入 一切都要多加 至少 一切都要多加 你 我 五大家西的家主我都略有耳闻 却极少听到有关这位孟主的消息 孟主极少现身人前 我们也很难得见 但此次事关重大 他承诺会亲自前来 与我等一道磋商 巴尔特先生恐怕会成为近些年 守卫于孟主挥舞的宾客呢 希望我们能得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论 是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和哥哥得先去做借鉴的准备 我和哥邓恩 他在招待里面 我和哥哥 他在招待里面 你 делают好 我都尝试 你们都以为我 奥有天 他有力量 resurrect 他有心iniz 他便是一条 和特定的某个人 我们约定中的乐园 不该是这样的 皮诺康尼只是一场梦 他无法消除现实中的烦恼和痛苦 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还记得刚才那位老人吗 如果没有这场梦 他可能已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诚然 可即便没有皮诺康尼 他也有可能走上另一种生活 据我所知 博士学会早就在推广 相应的康复治疗技术了 尽管那种生活会平凡 艰难许多 可现在 他在昏迷中 接受名为美梦的临终关怀 他的结局 已经注定了 皮诺康尼究竟是 给予了这些人未来 还是夺走了他们的未来 在那之前 你要知道 并非所有的人 都能走向未来 未来之于人 正如天空之于鸟儿 人们之所以误以为飞翔是鸟类的天性 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那些坠王在地的鸟儿 记得小时候收养的那只协约歌吗 我们认真将它在鸟笼里养大 那天 那天 卫石换水 梳理他的羽毛 后来 决定离开皮诺康尼的时候 我打开笼子的门 担心会让你悲伤 我没有在信件中提及此事 你走后不久 他就坠落在了你房间的窗前 我猜到了 若非如此 哥哥绝不会只字不提他的下落 尽管结局令人遗憾 但我仍然坚信这个选择没错 鸟儿不是为了在笼子里度过一生才破壳而出的 就算它们无力飞翔 天空也是它们的归宿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这世上有些雏鸟 终极一生都无法飞翔 我们又怎能断言天空才是它们的归宿 你想说 人类也是如此 想想星穷列车吧 这正是个好例子 无名客位连接朱节 人类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愈满还宇 然而能坚持在此苦旅中奔波的 无非寥寥数人 更非等闲之辈 因为开拓的事业 绝非凡人能够承载 否则这条命途 又怎会一度落得引轨断绝 列车废弃 星神陨落的下场 华尼 要是按这个逻辑推导 未来岂不是变成了英雄们的特权 很遗憾 现实正是如此 未来的别名 正是自我价值 这世上固然存在英雄 人们向往歌颂他们 但绝大多数普通人 终其一生也无法成为英雄 有人神来弱小无助 有人陷于后天的不幸 有人向卑劣和怯懦屈服 在生存面前 他们同样平等 只能牧师自己的价值 不断被外物掠夺 所以我们才应当对弱者 示意关爱和照料 给予充分的援助 同邪的志向固然远大 可即便在这无忧无虑的美梦中 也是强者横强 弱者欲弱 人性如此 它固然存在伟大的一面 却也有无论如何 都不可消弭的弱小 就其根本 倘若人们连生存都无法保证 更遑论那虚无缥缈的平等未来 只要实现尚存自然选择的法则 就注定会有坠落在地的雏鸟 如果人们不为未来而活 难道就只是为活而活吗 如果哥哥认为 同邪也无法挽救弱者的困境 那又有哪位星神 能实现我们的理想 人们总是会忘记 曾经当第一只鸟儿飞上天际 那是整个世界对它的期许 是自此以后 不再有任何雏鸟坠往大地 妹妹 你在读书吗 在读过肥墓先生给了我一本画册 如果能成为条闲诗 我想要召唤 奇想诗般多米尼克斯 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歌唱 把我们的愿望传递出去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幸福和喜悦 这样啊 那我也选奇想诗般好了 嗯 哥哥 没有自己的愿望吗 当然有啊 只是 那其中也包含了你的愿望 然后 我们就在其中搭一个舞台 邀请所有人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好啊 那我们约好了 嗯 拉高 嗯 不过 要怎么做才能成为条闲诗呢 嗯 也许 要先变成星星才行吧 我们要先变成星星喔 要跟我们对我们俩调整呢 所以 有点 就是 你好 应该 你 什么 那么 我们 就 睡觉 今 是 ہیں 但米哈伊尔留给你们的路可不好走 否则 他又何必在孤独中睡去 对你们这群未来的无名客 孤注一掷呢 不过你们人多 倒是有机会输得慢点 你还挺会鼓励人的哈 依我看 光靠瓦尔特参与谈判 肯定远远不够 且不论对方是否会乖乖就范 这件事本身 只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和对方分庭抗礼的机会 不能带来任何优势 匹诺康尼是对手的主场 我们可用的筹码本就少之又少 与其在家族的封锁下坐以待毙 不如选择主动进攻 我们熟悉星河的特性 而星河作为稳定美梦的核心 对家族至关重要 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 他们必定会急忙反扑 而急忙 恰恰意味着破绽 没错 只要能威胁到星河 无论是谈判还是战斗 都有机会占据上风 但问题在于 正值协约大典召开前夕 我们要如何才能接近大剧院 家族势必会设下重重防守 强行突围 就算能做到 风险也太高了 风险也太高了 嗯 啊 居然没人说话吗 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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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stroke 你认为说话和那位罗夫将军 是这样的 我听说协约大典开始前 会开放给圣典预热的选秀会场 叫什么呢 啊 苏乐达圣会海选 就在热杀的时刻 只要拿下第一名 我们就能夺得圣会巨星的称号 收到枝羹鸟小姐的亲自接见 那 要怎么才能参加这个盛会海选呢 嗯 嘿嘿 其实 我从枝羹鸟小姐的粉丝群里 拿到了几张特邀门票 实不相瞒 我一直在筹备参加这场选秀呢 但现在看来 就算能脱颖而出 大概也没机会和枝羹鸟小姐握手了 原来这玩意儿还在办啊 明明最早是米哈一二 为了引人注目特意搞的噱头 但是却和一位 因为从我一直在纯卫 让我留在这边 倒是有一事的价值 就按小三月说得来吧 加拉赫先生 你会和我们同行吗 恐怕我没那个时间了 作为虚构人物 我已经完成了 自己的最后一项任务 如果还能再见面 请一定要来列车上坐坐 好啊 我会给你们的列车智库 在天上寄笔的 而刘影小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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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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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